歡迎大家 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 直播 現場見 中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大國 您支持呢 合作代替對抗嗎 來聊天視 寫下您的看法 請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聚焦是時隔二十一個月 打破了軍方高層溝通的僵局 也就是中美防長通電化了 管控分歧 中國大陸呢 料下了三句話很重要 等等一一來說 四月二十號的時候來看到 大陸國務委員間 國防部長魏鳳和 他是應約跟美國國防部長Austin 通上電話 魏鳳和他怎麼說呢 他說中美雙方要認真的 落實兩國元首的共識 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避免對抗 美國你必須要把你自己說的 四不一無意的這個承諾 落到實處 而且呢 大陸希望說 跟美國建立健康穩定的發展大國的關係 也必將會捍衛國家利益 還有尊嚴 美國不應該低估中國大陸的決心跟能力 這就是中國大陸料下的第一句話 還說到說中美兩軍呢 要增進軍事的互信 加強對話交流 管控風險危險 開展務實的合作 確保兩軍的關係能夠正常穩定的發展 那魏鳳和呢 他其實也針對臺灣的問題 表達嚴正的立場 他提到說呢 臺灣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跟現狀 臺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這會對中美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的影響 造成顛覆性的影響 這是中方料下的第二句話 那他還說呢 大陸的軍隊會堅決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還有領土的完整 那奧斯汀他也特別提到說 美國其實是願意跟中國大陸一起落實 兩國元首通話達成的重要共識 而且會本著坦承開放的態度 加強軍事領域的交往跟合作 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雙方應該以負責任的方式 管控競爭 管控分歧 管控風險 妥善的處理兩國關係面臨的難題等等的 那雙方也就海空安全問題 還有烏克蘭局勢等來交換意見 中國大陸針對烏克蘭議題 他也說要求你美國要停止 在海上進行的軍事挑釁 不得利用烏克蘭問題 對中國大陸進行抹黑 栽贓 威脅跟施壓 這是中國大陸料下的第三句話 那中美防長通電話 為何會受到高度的矚目呢 就是因為這是拜登上台以來 中美的防長首次 第一次通上電話 上一次要追溯到中美防長通電話 是在二零二零年的八月的時候 這是跟川普時期的國防部長 艾斯培他們進行的通話 到現在已經二十一個月了 大陸國防部呢 是在二十號晚上的八點三十三分 在新聞稿的時候呢 有特別說 中方的這個所謂的會晤 發布的新聞稿 在晚上八點三十三分 那發布新聞稿不久呢 五角大樓的犯人科比呢 他也公布了會晤的聲明 他提到美國的立場 提到說奧斯汀防長跟大陸的國防部長呢 也就是魏鳳和將軍進行的會談 進行了交談 而且雙方領導人呢 是作為通話之後的繼續行動 奧斯汀防長呢 跟魏將軍討論了美中防務的關係 還有呢地區安全問題 還有俄羅斯無端入侵 烏克蘭問題等等的 對此我們來看到 臺灣的淡疆大學教授陳一新老師 他有說呢 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比如說他在羅馬的時候 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晤時 其實就有強調說 臺灣問題就是中美之間 最敏感的問題了 一旦處理失誤的話 就會對中美關係造成 顛覆性的破壞 而且呢大陸防長 這一次向美國的喊話基調 基本上是一致的 顯示中國大陸沒有任何的讓步 在警告美國的同時 也是在警告誰 警告蔡英文政府啊 說呢不要再繼續鬧事 不要挑釁中國大陸了 大陸軍事專家呢 看到的是宋忠平老師 他表示說國家領土完整 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絕對不能有絲毫的含糊 解放軍也會按照 反分裂國家法 來維護國家主權 跟領土的完整 解放軍有能力 也有信心 也有決心 維護國家核心的利益 是不受到侵犯的 另外呢 南京大學的國際關係 學院的教授 朱鋒老師 也說這一次呢 中國大陸就有關 臺灣問題的立場 措辭是罕見的嚴厲 這是針對美國 你一再的操弄 臺海議題 對中國打臺灣牌 加強印太戰略合法性 等等的行為時候 中國大陸必須要做出來的 堅定反應 與此同時呢 在烏克蘭軍事的衝突 還沒有辦法了結的關鍵時刻呢 大陸防長在通話中 表達的立場 是既堅定又清醒的 大陸堅決反對烏克蘭問題 走到兵戎相見的那一步 正如反對兩岸的關係 也會走到大陸需要使用 捍衛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的最終方案 那魏鳳和對美國表態 同時又是善意的提醒美國說 任何按照美國的單邊價值 還有利益需求 繼續去玩弄 操控地區重大安全的問題的話 你就會導致呢 國際社會面臨到更大的危機 在這方面 朱老師就特別提醒了 美國真的需要很多的反省跟覺悟 但是您覺得美國會反思嗎 我們也來一起聊聊 另外來看到說美聯社 也特別提到說 這是奧斯汀擔任美國防長 一年多來 首次跟中國大陸國防部長 來進行談話 打破了溝通僵局 報導有說呢 雙邊的通話大概持續了四十五分鐘 美國官員有認為說 由於擔心北京可能會為俄羅斯 是在烏克蘭的行動提供的軍事支持 你看還在炒作這個軍事支持 他說這種溝通僵局越來越危險 那這一次的通話是奧斯汀請求的 是美國請求的 數個月來呢 他跟大陸的官方 尤其是軍事高層通話 都是失敗告終的 美聯社呢 他其實還怎麼樣呢 還根據一名匿名的 美國高級國防部的官員透露 透露說呢兩千零八年 中美軍方建立了安全電話的連接 但是奧斯汀並沒有期望 這一次的對話 在關鍵問題上取得重大的突破 奧斯汀曾經也有說過 中國大陸是美國軍事的主要長期挑戰 上述的這些美國官員就說 奧斯汀在電話當中 向中方表達了 拜登對於管理美中戰略競爭的重要性 包括說什麼呢 包括是在核武的問題 還有太空以及網絡領域等等的 以及希望能夠改善兩個全球大國之間危機的溝通 這位高官也說奧斯汀向魏鳳河表達了 美國對大陸在台海軍事活動 還有在南海東海的活動表示擔憂 以及美國對於朝鮮核武器的規劃 計畫等等也是蠻擔憂的 美聯社說呢 其實拜登就擔任總統以來 美中關係在多個層面變化更加緊張 美方多次在台海跟人權問題上 是指責中國大陸的 美國官員還對大陸增加的 核武庫的規模跡象表示擔憂 但是美聯社自己也提出來說 儘管美國現在的這個核武庫 遠遠是大於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的這個核武庫規模 是小於美國的 但天天都在說中國大陸好危險 這個也被大家質疑說 你分析的有道理嗎 美國天天只會說中國大陸危險 但都不提到說自己的核武庫比大陸 還要多非常多倍 另外呢 中國大陸分析人士也有說呢 這是在美國跟中國大陸 元首通電話之後 近一個月之後 兩國的防務部門高層領導的一次通話 那他就說呢 談總比不談好吧 遲到也總比不到好吧 接觸也總比對抗還來的強吧 那無論是達成共識還是坦率的對話 雙方能夠坐下來談保持溝通 就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呢 環球時報也特別點出來說 中美的軍事管控 要看你美國的誠意到哪裡了 他提到說中美兩軍擦槍走火 甚至是爆發武裝衝突的風險 的確都是在累積的 引發國際社會越來越大的擔憂 中美兩軍呢 在過去十多年裡呢 曾經有一段相對比較穩定的一個時期 然而在呢川普時期的時候呢 就隨著華盛頓肆無忌憚的全方位 發起對華挑釁 中美軍事交往隨時降落到了谷底 而兩軍擦槍走火的現實風險 越來越大了 這種局面延續到現在呢 造成今天這種危險的狀態 責任完全是歸咎在美國 美國一下呢都說想要跟大陸合作 結果天天都在施壓大陸等等 你就會看到他怎麼施壓大陸了 另外呢他也提到說 拜登政府明確說呢不尋求跟大陸對抗 但是呢來自於美軍的挑釁行為 卻是有真無儉的 那美國是雙標嗎 說一套做一套嗎 那他就提到了 特別呢是在什麼呢 在美臺之間的軍事勾連日益的倉狂 而且呢華盛頓正在加緊的武裝台灣嘛 比如說對於台灣的一些軍售啦 雙方加大了一些相關的聯合作戰能力的 軍事交流等等啦 另外呢最近幾年 美國議員不是多次在軍方的所謂協助下 竄訪台灣嗎 打著美國軍機降落台灣的擦邊球等等的 另外也提到了說 美國航母多次藉口所謂的航行自由嘛 穿越了台灣海峽等等的 那他說這些反覆呢 試探大陸紅線的冒險 作為跟行動都推升了台海戰爭的現實風險 美國再包括了南海 東海 黃海這個地方呢 其實大搞對華的抵近偵察 也讓雙方擦槍走火的風險是慢慢提升 而且升高非常多了 根據統計呢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對大陸進行了抵近偵察 各式的軍機居然有高達四千到五千架次 在水面力量的方面呢 每天則大概有五艘左右的軍艦 在南海 東海跟黃海活動 所以這一次呢 中國大陸是應約跟美國來通話的 說明華盛頓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嚴重性 但是他們也提出來說 談啊總比不談好 接觸總比對抗強吧 更重要的是 美國你應該拿出切實的誠意 讓美國承諾四步一無異真正能夠落實 而且呢兩國防長都強調了管控危機 作為呢挑起矛盾製造危機的一方的華盛頓 環時說應該要有所作為取信於中國大陸吧 另外來看到呢 美國是一邊呢 跟中國大陸所謂的管控分歧 一邊呢又對大陸來施壓 來看到呢就是美國政府表示 不希望呢大陸對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汪文斌表示 中國大陸一貫是反對缺乏國際法依據 還有沒有安理會授權的單邊制裁 跟長臂管轄 反對啊不當的禁止 還有呢限制大陸企業 同其他國家企業 開展正常的經貿活動 汪文斌進一步表示呢 制裁不是緩和局勢 結束戰爭 避免更多人員傷亡的正確途徑 只有激化矛盾加劇衝突外溢 讓世界付出更多的代價 汪文斌表示呢 沒有理由讓各國人民為地區衝突買單 他指出美國一邊高調的忽悠 歐洲禁運 另外呢所謂的俄羅斯油氣禁運 禁買等等的 另一邊呢 美國卻大肆的購買俄羅斯的石油 美國金融機構還趁機抄底了購買 俄羅斯公司的債券 而歐洲卻不得不直接來承擔地區動盪 跟能源漲價的代價 美國還一邊呢一邊來擴大對俄羅斯制裁 一邊和過去制裁對象來做交易 這事實上就宣告了你制裁根本就破產了 另外來看到美國副國務卿 Sherman在會見北約官員時 有表示呢說對中國大陸支持俄國入侵 烏克蘭一事表達關切 你看又來施壓大陸了 對此呢大陸外交部也透過發言人 汪文斌出面進行回擊 什麼是虛假信息 應當依據客觀事實來判定 而不是主觀意端 美國窮兵毒打著人權民主等旗號 四處干涉挑起衝突和戰爭 對歐洲和世界局勢動盪 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不是虛假信息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主張通過對話談判 解決俄無衝突 反對違反國際法的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 這也不是虛假信息 當歐洲國家為衝突付出沉重代價時 美國的軍火商和遊戲公司卻賺得盆滿波滿 這同樣不是虛假信息 相反宣稱中方默許縱容俄羅斯 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 俄方請求中方提供軍事裝備 這些才是不折不扣的虛假信息 美方應當停止散佈抹黑中方的虛假信息 正是和反省自身在俄屋衝突中應當承擔的責任 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烏克蘭危機 盡早得到政治解決 不要為一己之私 讓歐洲和世界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大陸其實軍務的發展也受到蠻大的關注的 尤其來看到就是塞爾維亞向中國大陸採購的武器 卻招來的西方國家不滿 塞爾維亞總統的武器旗 他其實最近在電視節目上痛斥你西方的虛偽 雙標本性 而且邀請了塞爾維亞民眾四月底 來觀看閱兵式欣賞最現代化的防空系統 到時候就入製了FK-3的防空導彈系統 會跟俄羅斯的鎧甲S-1防空導彈系統組合來使用 而且美國還有英國這些西方的國家 一面比如說他就提到說 你像科索沃地區提供了武器的援助的同時 卻不滿塞爾維亞軍買中國大陸常規的軍事物資 您覺得有道理嗎 武器旗有說西方國家向世界各地提供的武器 我們去購買了防禦性的裝備 確認他們貶低說 說你這個中國大陸是過時的中國貨 但他說事實上這些裝備不僅不過時 還非常的有效 日前有媒體報導說 英國其實上科索沃交付了NLAW的反坦克導彈 而這個武器跟目前的烏克蘭軍隊攻打俄羅斯 使用的是同一款的 對坦克跟裝甲車都能夠構成比較大的威脅 英國自己是已經交付了五十枚的導彈 預計還有二十枚即將會送達科索沃 此外英國還培訓科索沃的人員使用這些系統 德國就注意到說 塞爾維亞接收到了中國大陸這些裝備之後 就向塞爾維亞發出了威脅 就說你這些塞爾維亞 如果你想要成為歐盟成員的話 你的外交政策就應該跟歐盟保持一致啊 對此武器齊堅決表態的說 塞爾維亞是合法正當 而且完全合規的透過相關的正常管道 向大陸來購買防空導彈的系統 而且要告訴全世界 塞爾維亞是中國大陸 還有俄羅斯的盟友 您支持塞爾維亞的立場嗎 一起聊聊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全天候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霧華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